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主妇学韩语语法笔记分享 今天我们来看第十四课 Internet war,Smartphone,互联网与智能手机 第一个文法我们要介绍的是动词和形容词后免加 它只用于口语中,不适合书面语和正式场合使用 一般是在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使用的 对话的内容或理由是对话双方早已经知道的事实 大概的中文意思是什么什么吗 这个吗到底怎么运用我们往后看 Internet으로 구두를 주문해 볼까요? 매장에서 직접 신어보고 사는 게 어때요? Internet으로 사면 사이즈가 잘 맞는지 모르잖아요 Internet思路,思路在这边的是采取的一种方式 这里要说的是通过互联网购物 孤独,脾鞋 주문해 볼까요? 原型是 주문하다,定购 就是我们常说的下单 볼까요? 불原型是 Buddha 在这里不是看的意思了,而是试一试 在我们二阶段第三课里面讲解过的 后面的가요就是向对方提出建议 什么什么不如가요? 它的中文意思是 要不试一下吧 非常常用的句型,建议大家记下来 接着对方听了这个建议以后 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매장,商场 后面加上 eso,再商场 実作,直接 しの不顾,さぬげおってよ しの原型是新打,穿 穿鞋子是新打 穿衣服是一打 中文里都是穿 但是在韩语里是两个不同的单词 大家要注意一下 しの不顾,穿一下看看 然后再买怎么样呢? おってよ,如何,怎样 さぬげ,去买 接着他又说了 インターネスルーさみょん さあみょん 通过互联网买的话 みょん用在这里是假设条件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我们二阶段第五课里面学习过的 さあいず 是外来语 さあいず 尺寸 さあいず むるたないよ まだ 正确的 むるた 不知道 尺寸正确与否 就不知道了 不是吗? 这个网购的时候 尺寸大小 正确与否 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事情 双方都知道 这是一个网购的弊端 所以 さあいず 就加在むるた後面使用 哇 这里指的是照片拍出来很不错 催信 最新的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ル アル在这里是用 是用最新的智能手机拍摄的嘛 言下自意 效果当然很好 じご 原型是 じった 拍摄 じった 是多一词 例如 盖章的盖 也是 じった 在这里我们请注意一下 たないよ的用法 じった 变成 じごよ 同时 它又是过去式 下面要加双手 接着 たないよ 就加在 じご後面使用 刚才我们看到了 たないよ的用法 非常的简单 只要在动词 和形容词的词干 后面 直接加上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遇到有时态变化的 就在时态变化好 后面加上 たないよ 这个是练习题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列是 基本형 基本形 原形 第二列是 たないよ 现在是 而第三列是 あおたないよ 过去式 请朋友们重点看一下 第三列 过去式是怎么变化的 肌炎有害健康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边可以用 たない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个文法 动词和形容词后面 加上 あおや 中文意思 大概可以说成 才 이 홈페이지에 非常 太 是一个副词 形容后面的形容词 或者动词 在这里的意思是 不太行 你有也是感叹词 手机的意思 后面加了个路 就是用手机 本人确认 本人认证 是一个词组 确认的意思 哈达结尾 把哈达变成 后面加上 や 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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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可以比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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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入 原来用手机 做本人认证以后 才可以会员加入 有关 护照 有关 护照 有关 有护照 才 飞机 飞机 登机 上飞机 上飞机 坐飞机 上汽车 坐骑车 都用 Tada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 第四课学习的内容 可以 不可以 能不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动词形容词的变形 这里它不以词性划分 而是以单词圆形的词干来变化 最简单的是 Hada Hada变成 He 后面加上 Yah 例如 Gaibhada 加入 变成 Gabihaya 加入 才 什么什么 接着来看上面的 Aya 单词词干 往右边 或者往上边的 就跟Aya Tada 睡觉 变成 Zaya 睡觉 才 什么什么 接着我们来看 Oya 单词词干里 往左边的 或者没有词干的 我们都跟Oya 例如第一个 Motta 吃 变成 Mogoya 吃了 才 这个是练习册里的题目 请大家不看答案 自己先做一下 要注意打信号的地方 是不规则变化 不规则变化的地方 我们要死记硬背 没有其他的方法 外国人 外国人 使用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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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 外语 자주 经常 使用 离开 它的原型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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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用在这边 表示这种状态 外语 经常用了 才不会忘记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词汇朗读吧 정보를 검색하다 搜索和信息 인터넷 쇼핑을 하다 网络 이메일을 보내다 发电子邮件 댓글을 남기다 发表 评论 사진 동영상을 촬영하다 照相 录像 본인 확인 本人 缺人 게임을 하다 玩 游戏 앱을 설치 app app 安装 회원으로 가입하다 成为 회원 개인 정보 유출 인스 쉐 루 어휘 뜻을 찾다 자 此 회 意思